台东独特且多元的首创工艺品 以享誉全台 台东县政府率领十家优质业者 一同参与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的展览 县长黄建廷听取业者对作品的介绍 赞叹台东首创工艺品之美 而在现场也提供民众DIY 自己首创工艺品 让民众透过实际手作 体验台东在地工艺文创 音乐 川普波仙突有点不运 在跨城入里这台北市沿过 必须要时间 对,温 want Muslims 培订 台東多元族群的融合 激盪出獨特藝術文化與生活美學 也刻畫出特有的文化風采 無論是呈現在地公益文化與在地職人為訴求的卡塔文化工作室 以及為傳統原住民逃租注入部落生命力與希望的嘉蘭八一工坊 融入自然在地元素的青蛙手作工作坊 以及為漂流木注入新生命的阿水工坊 善用自然果實素材創作的瓦賴工作室 以橋手現代泥索梅材賦予當地特色的泥仁菜 傳承與創新月桃編織工藝的一粒工作室 和保有阿美族傳統木雕與編織產業文化的富豐社區十三部落 以溫潤泥土追求夢想的桃屋工坊 充滿年輕人創意的國立台東專科學校文化創意設計科等等 皆表達出生活在台東的一種堅定又自在的生活文化態度 現場除了讓民眾體驗及分享台東獨特的地方文化 以及音樂、首創工藝好物之外 同時也沉浸在充滿自然風味的工藝品及文創風景中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